把面粉倒进滚烫的开水里搅一搅 出锅就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把面粉倒进滚烫的开水里搅一搅 出锅真的能变美食呢 锅里加入1000克的自来水 放10克白糖 50克的食用油 水开倒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把它搅拌成一个大球 切成小块 这样面团凉得更快些 把面团切成小块晾凉 碗里放白糖 红糖 碗里放白糖 红糖 一勺面粉 黑黑的白芝麻 少量的油 白白的黑芝麻 一点点油 这样调的糖线放多少都不会流面块 搅拌均匀 这就是好吃的糖馅 晾凉之后 撒上30克的面粉 晾凉以后撒上30克干面粉 这可是酥脆的关键 把面充分揉匀 搓成长条 充分揉匀以后搓成长条 切成小面剂 再切成小剂子 团成圆形 洗面30分钟 团成小球 盖上保鲜膜 洗面30分钟 最近老六想翻修一下厨房 可是我的资金又不足 好在我用了抖音钱包的放心键 打开抖音钱包 点击我的钱包放心键 点击激活额度 根据要求申请 最高额度20万呢 等资金回来了 我在环上 特别方便 什么都不耽误 醒好的面 用大拇指捏出一个窝窝 醒好的面 用大拇指伸进去转转转 捏出一个窝窝 放一勺糖馅 用虎口拢上法收口 放一大勺糖馅 用虎口慢慢向上收拢 多一大揪去不要 再按扁 这就做好了 油温150度下锅 五成油温下锅炸 全程用中小火慢炸 小火慢炸 浮起来以后要多翻动几次 直到表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了 炸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了 个个都金黄酥脆 鼓鼓胖胖 特别好吃 简单的老式炸腾弓 快点做起来吧 OKK